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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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 花开花又落 但愿山水都经过 念天的悠悠 莫非冲染你和我 花开花流浪 但愿我们这样过 念天的悠悠 莫非冲染你和我 趁现在这天色还算温柔 就让我们一起走 就算那前方的风雪一瞬间 就染白我们的头 里边的人都滚出来 大人 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 这家里边不是国公 就是王侯 熏将子弟啊 熏贵子弟吧 想必也有将门之后吧 这也对 但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咱不好动手啊 这几个啊 不敢出来 我都给您记住了 不如咱回头啊 私底下再一个个地 打他们的黑棍 只要不露脸 到时候想怎么打 就怎么打 有道理 不过今儿啊 我还就想露个脸 我还就想露个脸 你就是犯贤啊 听说暴月楼 是被你小子给接下来的 能不能少说两句废话 你知道暴月楼是谁的产业吗 你小子没这个资格接 这是咱家殿下的产业 识相点 把楼给还回来 小爷 我饶你一命啊 三皇子 我猜猜 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吧 这是想把暴月楼抢回来 在皇子面前长个脸 你笑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事害他 吓唬谁呢 把楼交了 你信不信 你不交这楼 小爷我今天就能让你死在这儿 不信 真不信小爷敢在这儿杀人啊 孤立凡 杀 杀 干 那几个小家伙 还真感动犯险 从小养尊除优 到这个年纪都没一个轻注 那咱们该好好准备准备 看看怎么借此机会 针对犯险 他不是一直想要个公道吗 那咱们就给他个公道 去趟叶府 找叶灵儿 就说我禁足在家不便出门 劳他大驾 亲自来见我一面 人家未必会来吧 就说是我与范贤的争斗 他会来的 那叶姑娘跟郡主走得近 跟范贤关系也不错 要逗范贤 他不可能吧 来点人搬梯子 Martovan 大人 世贤大人 路上 下坤 这些人 都认识吗 再生 不是啊 这些个家众长辈都是潮中医的 您确定你认识 属下 眼花啦 属下根本不认识他们呀 这些个家伙他们身份不明 当街阻拦提私车架 属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 不啊 听你的 押回去 是 起来 你们敢抓小爷 刑警把门抄斩 别动 各位 行行好 少说两句吧 真是人呐 马上说的都是薰人 老子 真抓呀 对 然后呢 然后 从那么身上搜些银子 把这店家给我赔了 臭崽子 下手没行没中 咱家大人 胜吧 闲吧 去吧 这应该是二殿下的手臂呀 逼着您跟三殿下翻脸下 我知道 咱不上道 回一处 好嘞 把严肃交出来 驾 驾 快点 王庆年 在那儿大人 不去医处了 进宫 不是大人 咱不是说 咱不上当吧 退一步越想越气 忍不了 他在上面干吗 不知道 他凭人都这么接待客人吗 不是 那我也要上班 不一定 殿下说也可以不用 谢谢你能来 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随意 你为什么坐这儿啊 如果我说 我跟范贤都是 误会你信吗 你们都闹成那样了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欣赏他的 那你跟他说呀 找我来做什么 他不一定会来 误会太深 其实 我对他从来没有阴谋轨迹 不信你看我眼睛 我以皇族的尊严发誓 我能不能问一句 我能不能问一句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被逼无奈呀 那你倒是说说 谁这么有本事 是敢逼皇子 陛下 我想远离纷争 他不让啊 在群臣面前说我贤德兼备 十三岁封我为王 十五岁旁听朝政 他不让我离开京都 给我机会结交群臣广结党羽 你让太子怎么想 说我不想争太子心吗 我只能够一步步地往下走 我到现在如果想回头 死无葬身之地 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让我做太子的磨刀石啊 这种话大逆不道 所以在屋顶上说 没人听得见 你怕别人听见 干嘛要跟我说 你我婚约在身 既然无法反抗 这后半生 你我二人 就是命同一体 如果这世上 一定要找一个人 敞开心扉 应该就是你啊 现在你应该相信 其实 我对范贤 没恶意 等等等等 我有点乱 你跟你的未婚妻敞开心扉 是为了证明 你和范贤之间的误会 这是不是哪儿不太对啊 如今我在禁足 怕是除了你以外 没有人愿意见我 没有人愿意见我 所以呢 所以我想请你 替我送一份奏表入宫 什么奏表 卫国举贤 举谁 范贤 接着说 检查院最新消息 各府子弟当街拦截范贤车架 范贤出手 鸡伤三人 现在所有的人 都关在衣处 这是多大点儿的事儿 你就跑镇这儿来了 我不是 到陛下这儿来躲轻起来的 陛下 陛下不知啊 现在各位国公 都在监察院门口 找我放人呢 所以 你躲进宫了 现在 京都城内外 只有陛下这儿最清闲 你躲什么呀 陛下 您那可是火药啊 是 我问你 你们医处 是不是不想放人 回陛下 抓人的是范贤 要想放人的话 也得找范贤才行 你们找范贤啊 范贤 现在也躲在宫里 跪下 你是抱月楼东家 范思哲才是大东家 那就是由你了 范思哲说赚钱 范思哲说让你吃食 你吃的你吃不吃 范思哲这倒不至于啊 你怎么还替孩子说话呢 哪帮啊 你还敢股东各家子弟 当街给我来人去 这没有 我再问你一句 有没有 真没有 行 不说实话是吧 来人 去把我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 娘 来人真不是我干的 柳姨 柳姨 小小气 殿下不至于这么糊涂 你说你们几个也是 看把我柳姨气成什么样了 还在这儿钓鱼 让你拿藤条赶紧拿去啊 我让你不说实话 苗 疼 不说是吧 我说不说 苗 疼 我说不说 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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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不跑 你跑不跑 让你跑 让你跑 友谊先一先 臭小子 我叫你不听话 苗姨 喝口茶吧 真不是我啊 娘 臭小子 别打了 你先等会儿等我打完谈了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杀不杀 娘 我真没有 苗姨 你要不还是钓会儿鱼吧 吓人们都看着呢 我管他杀人吓人的 钓鱼是减味 我抽的也是减味 刷不刷 还刷没有 还刷没有 真没有啊 套上来 别打了 娘 洞藤条了 真打了 你说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晚了 打完了 这么快 最后还是范贤 我们给拦下了 无趣 无趣啊 没有热闹可看了 朕想问 为什么宫女的事 总是你比朕先知道呢 因为县察院 就是陛下的耳目 看来赖鸣城说的一点都没错 看来赖鸣城说的一点都没错 检察院已经坐大 无人能管了 说的没错 有道理 请陛下三思 三思 你总让朕三思 撕什么 赖鸣城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 因为他是被陛下障毙的 如果他说的都是对的话 你可真敢说 老臣忠心耿耿 置物不严 你就不怕有一天你和赖鸣城是一个下掌吗 卫国捐躯不惧一死 卫国捐躯不惧一死 得了吧 不惧死 刚才你躲什么呀 陛下 这死亦有轻重之分 朕看 最没轻重 这孩子嘴真硬 晓晓 请 这怎么拿走了 我还没打完呢 刘姨 我觉得那群混小子拦路的事 他是真的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这就是有人借机使坏 想让我和刘姨不痛快 以后少往宫外跑 听见没有 贤儿 以后啊 你帮我多照应着 要论亲戚 这孩子还得叫你一声大表哥 刘姨别这么说 殿下是皇子 皇子也得认亲奖礼啊 叫人 大表哥 孩子瞧是真喜庆 来 赌你的可都有些家事啊 是 府上都有爵位 你都给抓了 都抓了 那可得罪不少人啊 不怕 傻孩子能不怕吗 官场就是人情世故 陛下要我做孤臣 我也只好铁面无私了 别出去瞎传话 听见没有 不敢 你也是 什么都敢说呢 外面不说 柳姨不是外人 这也真是难为你了 柳姨 这几日千万别让他出门 就怕别人还在等机会 你放心 我盯着 绝对不让他出门 那我走了 不急 再多说一句啊 毕竟你是这孩子 大表哥还沾着亲呢 没事多来看看他 也替我管教管教 这瞧着不顺眼 就直接打 怎么打都行 啊 啊什么啊 我意思 表哥你以后常来啊 行了 打也打了 教训也记住啊 起来吧 起来吧 鲍鱼楼还去吗 不去不去了 我那是被骗的 那鲍鱼楼 以后是表哥的 柳姨 那我真走了 对了 宫里送来了一些酸酪 你不是爱吃吗 我差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酸酪浓郁可口 柳姨有心了 留下吃个饭再走吧 别了 一堆过宫等着呢 贤儿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好 多谢柳姨 贤儿 慢点啊 以后乘走动吧 跟大表哥 可他还跟二哥在斗着呢 老二都禁足了 我跟你说啊 往后 你能不能求个安稳 或许就看你这个大表哥的了 这次鲍月楼的事 就是有人故意给你挖坑 这皇宫大内陷过深渊绝境 其实娘不希望你留在京都的 你能明白吗 你能明白吗 我明白 刚才娘是不是打疼你了 疼不疼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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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疼哪能记得住啊 来人 赶紧给我来人 把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 快点 听见没有 把我的藤条拿过来 快点 臭小子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一定打到你技术 听见没有 回来 气死我了 陛下 叶家上了奏书 先给院长看看 不合规矩 你破坏的规矩还少啊 陛下说什么都是对 这是叶家和二殿下 联名上座 陛下 范贤继承庄默寒书籍 文才京士 他们推荐范贤 作为这届春围的考官 对这个推荐信你怎么看 二殿下可是真聪明啊 刚刚进族 就跟叶家联名上奏啊 叶家什么敌啊 叶刘云大宗师啊 这联名上奏 日后二殿下依然前途光 他们的婚约是朕赐的 他再聪明也是陛下给的 你就看出这些 还有 二殿下跟范贤争斗 之后马上上奏举贤 让老臣感动 不谈人生 谈什么呀 真在想像范贤这个年纪 能主持春围吗 你这是什么嘴脸 陛下 老臣 老臣 不好说 刚才陛下说不要谈人 范贤恰恰是人哪 春围如此重要 老臣不敢僭越 一切还要听陛下定夺 陈院长说话 还是那么的滴水不漏 老臣毕竟 忠心耿耿 你真诚无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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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公子 汪公子 陛下口语 这么巧 我刚准备走 陛下什么风光 陛下有旨 春围将至 冠贤兼任四品居中郎 此次春围 监督湖明抄路 恭喜小范大人 这一介学子 该称呼大人一句 作诗 居中郎 这官名有点意思 陛下先取的 哪人啊 居中郎自古并有 那侯公公觉得 这朝堂之中 我该居中吗 老奴哪种这些 居不居中 不都得靠着陛下吗 多谢后公公提醒 严重严重了 哪儿到提醒 谁别乱说 多谢后公公 您看我这儿也没带些碎银 您可别开这个玩笑 不合适不合适 再说 我又不敢呢 是吧 口语传道了 我回去伺候着了 他头在动 您看着我呢 您看着我呢 他头在动 哥 你回来了 少爷 不用跟我行礼 回头跟你娘说一声 明天菜做清淡点啊 好的 少爷 你来我这儿了 是不是下不去受啊 缝好了 缝好了 都包扎好了 这镜子挺好的 缝得不错呀 好歹也是看了 这么多医书呢 对了 哥 你那个哥罗方 效果真不错 全程都没醒 你就不害怕 还行吧 没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烤得吃呗 有道理 不过你这心态呀 更适合当兽医 不会 跟人看并不会这么想 若若 学艺呀 不光是胆大 还得心细手稳 我该怎么做 捏着 放平 抬高 你头发里藏着这么多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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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显得发量多吗 有道理 别什么都有道理 稳住 不许让它吊开 然后呢 你别说这手还真挺稳的啊 然后就是学会在运动中保持平衡 首先呢就得走起来 练到后来啊 不管是正着走到处走 前后左右东南西北 哪怕是蒙上眼睛它都不能掉 你哥我当年练这个的时候啊 老师说了 然后呢 你是第一次练这个啊 对啊 手这么稳啊 是不是很有形意的天赋 算是吧 哥以前也练过 练过 也跟我一样 可以挑着针走来走去 对 差不多吧 那个练练 这不用练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啊 就只是第一步 一些皮毛 最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 学医呢 还是得多读一书 五脏六腑的位置啊 人体穴位啊 都得记牢 然后呢 就是找一个水果 水果 对 拿着水果 不停地割开再封上 割开再封上 不停地练习 不光练手稳 也练心系 我记着了 现在要练吗 不急于这一时 咱们今天先到这儿 那我先走了 哥 我差点又智商喷地了 嫂子要找你 来了 你猜到我会晚上来 范大人 你来我这儿 晚上比白天多 你这话说的 显得我不像好人啊 我来 不知道 宣贵子弟拦路打人的事 儿 我听说了 这应该是二哥暗中推动 我知道 都是被他当枪使 那些少年 你该打就打 该训就训 陛下撑腰 那些国公薰贵 不敢怎么样 大不了你打完了 我在登门赔罪 好歹有个郡主的身份 他们打碎了牙 也只能往肚子里吞 婉儿 咱俩真是诛恋彼合 男人事件瞧着凶险 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影响 若是二哥真想报复 手段绝非如此浅线 所以你觉得 这只是表面的包袱 让你安心 觉得他记穷于此 而真正的杀招 暗藏其后 春围监考 才是真正的大事 我记得上一次 提到这件事的 也是他 若二哥真有为你而设的阴谋 春围就是最好的舞台 春围科举 是全天下文人学子的盛宴 所有寒窗苦渡 所有脾行带月 一切辛苦煎熬 都是为了这个鲤鱼画龙 平步青云的机会 未来这段日子 天下人的目光 都会集中在京都 所有希望和绝望 都会在此上演 你我天生就应该是福气 所思所享受出异者 这不是天生的姻缘是什么 你也是这么想的 春围之后就是大婚 大婚之后 我想管那股财权 要想阻拦我 就只有春围了 你有应对了 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李承泽落子 那你千万小心 不过 斗输了也没什么 大不了咱们器官不做 游荡天下 反正有你就行 别动手动脚的 修坏了 那话说回来 我这看了半天了 你修了个什么呀 鸳鸯 这就是鸳鸯 正是鸳鸯 其实真的挺好的 挺好的 别找补了 确实是我的问题 以前学这个吧 就喜欢绣花草丸石 不喜欢绣活物 现在要学 确实太难了 那就不学了 来 喝水 这是要诉你的 不秀鸳鸯说不过去 送我 成亲的规矩 怎么还有这种规矩 不成文的习惯 这不显得大家闺秀吗 那你以前没练 以前觉得自个儿活不到成亲 快了 淳没蒙完 就该成亲了 到时候一定绣成鸳鸯 为什么小的时候不喜欢绣活物啊 帕子里的东西绣得再好 终究是死的 就好像被困在里面了 我从小被关在宫里 染着病 无处可去 看见他们 就想到自己 心里别扭 没事了 现在有你了 我在淡州长大 淡州是个港口 每天都有很多的船来来往往 等到日落的时候 海上的飞鸟随风起落 望远望去 全是生计不破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 其实 我都没有离开过京都 成亲之后 我带你去看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等到所有的麻烦都不再是麻烦的时候 我要带你看遍天下的背景 会有那么一天的 你后来 Politips 我现在就不会在 ambient 我们不在意 我们自己担忆 你们怎么吃 Aj来 小卫大 有空房了吗 我昨天来试客满 小二说让我今天一早 过来碰碰运气 您稍等 史公子 正是 史产丽 您运气可真好 刚有客人离开 正好空下一处四人合住 不瞒公子 春围就在眼前 现在在京都城内 想找个住处 那可真不容易 四人合住虽是喧闹些 但房钱可便宜多了 公子也是来参加春围的吧 那肯定是 既是考生 能否看一下官府发的文书 不是针对公子 春围将至 京都管得慎言 我们呀 要仔细记下细节 回头啊 府衙要来查看 应该的 应该的 掌柜啊 有没有更便宜的 还要便宜啊 不跟人住也行 不跟人 没有这种房钱 那有没有 比如说 你给我钱的那种 张会 别误会 我是说 我可以替您打扫院落 又或是端茶造水 这工钱抵了这房钱 抱歉 史公子 小店人手够了 我先说说这 当年相识 他排在我后面很远 哪知道会事的时候 发现一举成名 史公子是不是有些拮据 不瞒掌柜 春围啊 太费钱了 那倒是有一房门 掌柜请讲 有一位大人 主持本次春围 史公子若是能找到他 或许能帮你一帮 主持春围 是哪位大人 范大人 别来无恙啊 听闻范大人事才今世 别人都是惊讶 可在下不这么认为 从见到范大人的第一言辞 我就知道范大人的才华 绝非凡俗可比 你谁呀 大人 我 贺宗伟啊 咱们见过了你 贺 贺宗伟 有点印象 京都府衙上 你还帮郭宝坤跟我打过官司 是不是你 大人 你倒是郭家逼迫我的 行了 行了 别跪了 打个官司 我只能夹一银河 其实我心中根本就不止啊 大人 拉起来 拉起来 行了 行了 起来说 来 来 来 谢谢王大人 你说你是贺宗伟 但这看着 跟以前不一样啊 这向尤新生 如今摆脱了郭家 星星一高远 这长得豁达了一些 照你这么说 全赖郭家 与你无关 与我无关啊 大人 我这一直想着记录郭家的恶行 就想着有着一日暴雨大人 为国除奸呢 那怎么也没暴啊 这不是大人的动作太快了吗 这郭优之都入狱了 而在下也逃脱了魔窟 这一切都要感谢大人 大人就是贺某的再生父母啊 可别 你看着比我老 精神上的父母 你这是任亲来的 在下一身所学 都是为了献于庆国 献于陛下 献于大 站住 参加春围的吧 正是 找我干吗 大师啊 大人才华今世 又是贺某的再生父母 我等独书人 就是为了忠孝结义 若贺某不来拜师 这 这天理难容啊 知道我是考官了是吧 绝对不是大人 大人 贺某是真的敬仰大人 大人 你是知道我的 我这个人最重礼仪廉耻 若非大人换了旁人 我这说什么我也跪不下去啊 那你倒是站着说呀 我就跪着说 贺某一片赤城 不知大人是否愿意 收孩儿为明邻之子 孩儿愿天天 侍奉义父左右 为义父尽孝 这刚才还拜师呢 这会儿都义父了 义父 孩儿飘零半生 乌苦无依 还望义父成全孩儿 大人 赶紧起来 一处刚送过来的密报 您还记得史家镇吗 当然记得全真被灭口配合 现在有火口了 石产帝 史家镇被烧之前 他就来进军赶口了 所以他是整个史家镇 唯一留下来的火口 所以他是整个史家镇 唯一留下来的火口 核实身份 邓紫月得着信 绿可就递过来 唯一的火口 史家镇唯一的火口 还来到了京都 人住在京都客栈 殿下 我去一趟 你去干吗 杀个学子 探囊取悟一份 杀学子干吗 不灭口吗 我跟你说过了 史家镇那把火 不是我放的 可这终究是史家镇火口 范贤还盯着您当年 跟本期往来的事呢 那更不能杀了 你都知道了 检察员能不知道吗 就让他去查 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 到底是谁放的 在这里 请观看 你也想知道 你也想知道 有什么为啥 因为之前 你也想知道 一切骑行 觉得ढ似是什么 真心相说的 不要担心 那情意 年人生 看 不一样 白衣握你一弹 怎敢说不然 单纯一样有假 谁能真潇洒 你们都是对的 她说拜托让开吓 让我打嘴掐 天堂之上 被先许两三丈 让我穿白雨伤 过风人香 去你探浪月光 我打热门见亮 几天的花 花冬也不想撞 世人寻黄金香 我照月亮 翻笔走我 花写过 不见过 你是你 我是我 花写过 不见过 你是你 我是我 我跟假我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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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哒哑过你才爱 世故里浪漫 世故里浪漫 妈 pronounce galaxy 滅沙 Medicine 多明暗 若天真够在 当披上烈火 走夜晚